好几友阿杰最近经常梦游, 以至于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。 最近,由于我经常失眠, 所以对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比较清楚, 每晚深夜我都会看到阿杰突然走下床, 走出寝室来到楼道的窗户旁, 傻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小树林, 白天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阿杰, 但阿杰却完全不信于是, 这晚我就悄悄跟在阿杰身后, 用手机把这些都录了下来, 次日就把视频给他看了下, 阿杰顿时大吃一惊, 卧槽,我这是咋了,太可怕了吧, 这万一一不留神,从窗户跳下去可咋办? 是啊,我建议你还是去看夏医生, 于是阿杰就来到了精神科医院, 医生就要求阿杰住院观察几天, 就这样,阿杰一连住了七天的院可奇怪的是, 住院期间阿杰竟没有了梦游症状, 经过脑电波检查,一切都稳定平静, 没毛病了, 怎么可能没病, 我之前在寝室时可是天天梦游的, 住院这几天怎么就没事了? 这个问题, 我觉得可能是你近期心理因素造成的, 你最近有什么心理障碍吗? 阿杰就仔细想了下, 可突然,阿杰脸色变得古怪起来,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, 我是医生你要配合我治疗才能真正康复, 顿时,阿杰叹了一口气, 说道, 我前几天晚上在学校旁边小树林散步时, 忽然看到有人要猥亵一个女生, 本来我是想通过去英雄救美, 但我出于担心打不过那坏蛋, 就赶紧跑开了, 后来就不知道那女生怎样了, 大概是你心理上产生了负担, 这样吧, 先给你开一副重眠的药, 你回去吃下看看情况, 当晚, 阿杰服下医生开的重眠药后就睡下了, 可到了半夜, 阿杰却再次下了床, 来到了楼道的窗边, 望着窗外的那片树林, 一直傻呆呆地站着, 我站在一旁守着, 不知什么时候, 我竟然奇迹般地睡了过去, 可忽然, 我被阿杰的傻叫声吵醒了, 我猛地睁开眼, 只见阿杰把手伸向窗外, 像跟谁打招呼似的, 接着, 他就准备翻窗跳下去, 正这时, 我猛地上前拽住了阿杰, 阿杰忽然醒了过来, 可阿杰刚醒来, 高冷预警, 我俩就看到在远处树林里, 正有一个少女模样的人漂浮在半空中, 朝着我俩鬼笑着, 我和阿杰就赶紧跑回了寝室, 从那后, 为防止阿杰梦游, 我们就给阿杰床上安装了很多安全设施,